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让我感觉特别的恶心 他就是有可能那个父母啊 教他时候不会说是让他去主动摟人家 男士亲呀稳呀结吻这些是吧 他是说锻炼孩子的胆量 勇气 这个初衷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但是如果家长没有控制好这个度 为了卖一束花而去想着挣多少钱 是吧 五块钱进的卖一百 卖给这个男士的用一些手段 是吧 又亲人家 这上面还写着叫人干爹干妈 我觉得这个事情 这个女孩就没有廉耻心 就没有羞耻心 让她觉得通过赚取物质利益 而去丢掉她自己一些尊严 我觉得长大以后对这个女孩特别的不好 你看观念里边那女生还特别反感 其实您发现了吗 你放心啊 这个里边 我觉得假如说这个小女孩说为了卖这一束花 肯定会遇到很多形成色色的人 这里面咱说心里话 你也不知道有没有好人有没有坏人 对不对 对 你说 不能说为了别人的同情心 说那个接受你这花吧 但是这里边也有很多人是不情愿 对吧 对啊 因为她硬塞到人家 她不管说什么了 塞到人家手里 直接就亲人家接吻 她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 你看这老人亲人家 人家觉得不好意思的对待一个孩子 有的人是用不好意思的心去买这花 对 但有的人 或者同情心 亲了我很反感 我也不想买 就是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说 假如你遇到变态 现在如今这社会 咱们这社会 咱们和妈教孩子 就是防备变态 对 还教不过来 你现在就等于给变态 或者包括 流氓 孩子 一些不法分子 让他心里头 他不知道这个 他小 他不知道这是错误 比如说吧 他就是一个变态 咱那说你也不好说 现在假如拽子就是大变态 亲人家 我可不是大变态 就是这意思 那你说孩子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他小 他分辨不出来这个事情 导致后果不堪设想 假如说他在广场上 为了卖这个花 说亲那个男士的 是吧 男孩亲女士的 不管怎么样 是吧 这里边有一些什么 变态 是吧 流氓 是吧 孩子 他在这个场合 把花卖出去了 如果他要换一种场合 他还会实施这种行为 对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俩也有 有闺女的人 是吧 我刚才给他发过去了 他说他刚才正在看 他说也看是个恶心 就那意思 怎么能这样呢 教育那个儿女 那个女儿怎么能这样 我闺女从小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 对对对 那个叫什么 我现在印象特别什么 叫乔虎 有猫是什么什么啊 乔虎那个什么 就是教你 里边有一些话语 就这样 就说小姑娘 因为从两三岁 就看懂 就这样看 说那个里边有一段儿歌 就是说哪不能被别人看 就这样 胸部下体 嘴巴 就有这动作 就说不能随便 让陌生人摸或者碰 或者说亲啊 怎么着的 但是你看这个家长 我觉得还是家长教的 我觉得是家长教育的事 是吧 最开始的 初衷没准说 让他去锻炼自己 买一个东西 是吧 体验生活 吃点苦 是吧 初衷是好的 但是你不能这样 我觉得为了钱这样 对 你说为了锻炼他 到最后演变成了你为了赚钱 或者说在这个广场里边 那你也不罚说 他爸爸他妈妈 就想让他赚这个钱 对啊 这里边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金钱利益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做得特别不好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对 你们认为这个是他爸爸妈教的 还是说小女孩的个人行为 还是说你们认为这小女孩的行为是没有错误的 可以这样 是吧 因为当地的啊 就有人反映了拍到这个视频了 是吧 呃 反映了12345 12345说 我们两个个人行为 说这个小孩子行为 监管部门这种管不了 对 是他主要自己去买 您可以不买 嗯 咱们大家一起共同探讨一下 对 你们觉得 反正我们两口是特别看不惯 让自己家的姑娘去干这种事情 是吧 对 为了得到一些利益 太利益化了 我觉得等到长大以后 他这个不好 永远落在心里边了 嗯 为了得到利益的时候 什么都行 把自己的一些是吧 全部抛弃了 反正不好 那就完了 欢迎屏幕前的您啊 因为这个视频刚发出来是吧 我看着特别别扭 大家怎么看 嗯 好吧 拜拜